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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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教学影片 我是你的 teacher Felix OK 好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是要教大家 这个 OK 就是这个房屋的各部分 OK 我用我的生命当保 你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自己屋子的部分 的这个国语名称叫什么 你信不信 OK 那么我们就来拭目以待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 OK 那么第一个我要教的 就是我们的屋顶 OK 屋顶叫什么呢 屋顶就是叫做 Boom Boon Boom Boon 那么Boom Boon就是我们所谓屋子的 这个屋顶 Alright So 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这一个车库 什么叫车库呢 就是爸爸妈妈每次回来的时候 停车的地方 那么一般上学生都会跟我讲说 喔 这一个 Parking Corector of Engine 啊 Corector Parking of Engine OK 那么比较正确的名称 我们叫做 Garage OK 写下来 Garage 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说 Tenpat Letak Corector 那么我们比较仔细一点的讲 它叫做 Garage OK Garage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屋子里面的这个楼梯啦 OK 那么一般上可能很多人都会写说 Tenpat Munaiki Tengpat OK Munaiki Tengpat 其实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一点讲 我们可以讲说 Ana Tengpat 什么叫做 Ana Tengpat Ana Tengpat 就是T集 T集就是说 一step一step step by step 这样子走上去的那一个T集 每一个T集我们叫做 Ana Tengpat OK 那么当然如果你可以 括写讲说 Saya Munaiki Tengpat OK 我上楼梯 这个 诶 没有错啊 Tengpat 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如果我们再分得仔细一点 那个每一个T集我们叫做 Ana Tengpat OK 那么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这个信箱 每一次你妈妈去淘宝买东西啊 买衣服啊 爸爸去淘宝买这个汽车的东西啊 那么 这个Postman OK 最后就是我们讲Post拉柱 送货来 它会把东西放在你的信箱 So 信箱叫什么 Berti Surat OK 听好了来 Berti Surat Berti Surat Right So 接下来 我要讲的就是 Libara 那么Libara 可能大家都知道 Libara叫做Paga OK Paga就是叫做Libara Right So 接下来 我要讲的就是 屋顶上面有瓦片 那么瓦片叫什么 瓦片到底叫什么 OK 听好嘞 瓦片叫做更定 OK 写下来 更定 OK 不是去更定 还论 虽然说它的名称跟这个绳子是一样的绳子啦 但是这边的更定讲的是瓦片 OK 瓦片 So 我们来看接下来 下一个 下一个老师要讲的就是把手 什么叫把手呢 在你进门之前 你都要 你都要 你都要开这个把手 你才能够进来嘛 So 把手的鼓也叫做 TOMBO 不是TOMBO呀 OK 不是TOMBO呀 是TOMBO OK TOMBO就是说那个把手 然后我们进门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触摸这个 把手我们才能够进来 OK So How about 这个窗口的这个铁 这个铁子呢 OK 窗口的这个铁子 我们叫做 KOK 或者有一些人 可能叫它是铁花 那么通常 安装这些铁子 铁花 就是要预防这个 贼呀 要进入我们的屋子 我们叫做 KOK Alright So 接下来 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阳台 那么阳台它的读音 跟这个英语是一样的 只是 把这个英语的 BALCONY C 变成K OK 它叫做 BALCONY OK BALCONY 那请看这个绳子 BALCONY就是说我们的阳台 不管你可能你是住在这个apartment 还是住在这个我们讲 什么啊 Condominion 或者是你住在排屋 OK 我们都会有这个阳台 BALCONY OK So How about this 鎖 那么大家都知道 鎖是叫KUNCHI 这样我问你鎖头叫什么 蛤 鎖头叫什么 鎖头叫做MANGA OK MANGA 不是芒果啊 这边我们叫做MANGA M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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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瓦片或者是用砖块来 这个我们讲铺垫 铺垫 铺垫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是LANGTAI JUBING OK 请记录好嘞 LANGTAI JUBING 就是说这个地板呢是有瓦片的 OK 用瓦砖来铺上去的这个地板 Alright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 刚才我讲的是这个 瓦片 用瓦片铺的这个地板 叫做LANGTAI JUBING 对不对 那么有一些人的家里的 它这个地板呢 是没有瓦片的 就好像我们去学校 那么学校的地板 一般上是没有这个砖块的嘛 它是用这个水泥地 水泥 我们叫做CIMEN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叫它为LANGTAI CIMEN OK LANGTAI CIMEN Right So 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门铃 那么如果有邻居要来你的家 或者有亲戚要来你的家 他首先会按门铃 So 门铃叫什么 OK 听好了 叫做SWACE LOCKTAIN 叮咚叮咚 SWACE LOCKTAIN 那么SWACE LOCKTAIN就是叫做门铃 Right OK 那么今天的这部影片 老师就交到这里啦 OK 希望大家可以完全100%掌握这个 Bahagang Bahagang Rumah的国语教学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 老师教得非常好 或者是有让你得到一点点知识的话 麻烦你按赞这部影片 并且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全世界一起学习 国语教学的这个影片 OK 那么影片的最后 老师也希望大家可以follow老师的这个Teacher Philips的这个面子书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OK 不要错过我最新的影片教学哦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和你一起见面 好不好 So Goodbye everyone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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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